就是这辆车原本作为新竹市消防局的公务车 现在却传出被挪作私人用途 车体的消防局字样被涂掉 车顶的警示灯也被拆了 在新竹政坛引起了渲染大波 新竹普天宫去年3月捐赠了三辆收旅车 给新竹消防局使用 传出就在捐赠当天 局长就要求同仁将车辆外观改装成一般收旅车 作为私人用途 不过对于这样的指控 新竹市消防局长简万瑶这样解释 有关于字体的部分 就是因为字体是用连贴的 司机跟我表示 是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脱落然后不好看 所以他就把它做相关的一个清除 不过爆料人士指出 简万瑶假日都会直接把车子 开回新北市的住家 当成私家车使用 而且高速公路的过路费 油费以及车辆维修等费用 全都要求同仁以工帐处理 我说我休假的时候 如果下去里面有发生重大的一个灾害 我仍然第一时间要掌握状况 那必要的时候 我要赶到现场去做相关的一个指挥跟督调 造成社会观改不佳的问题 消防局长已经自情处分 那至于是否涉及任何为师 我已经交代政风处开始启动调查 究竟是公务勘灾还是私人使用 消防局长陷入的假公祭司风暴 期盼真相能早日水落石出 记者何孟前宋朝一新竹报道